欢迎收看股市热炒店 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们欢迎张怡辰老师 老师好 Coco好大家好 老师今天这个主题呢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呢是未来趋势的电动车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直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 新兴市场支付的钱都要进台湾了 那他到底要投资什么呢 台股会不会是靠电动车 可以踢进世界杯主流 哇真的是下半年度很夯的这个题材 是不是我们第四季可以来布局的呢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教父怎么说 对那非常肯定 那个莫比尔斯号称这个新兴市场的教父 他过去曾经在这个新兴市场投资是非常成功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针对目前的这个环境啊 这个高通膨持续以及这个美国利率高涨的这个年代来讲的话 他在这个投资论坛在这个访问上面 他其实讲的高通膨如果持续美国利率飙高的话 大宗商品这个价格这个目标价格 你要做小心因为可能会受到这个需求 开始往下滑比如说这个新兴市场欧元区 这些需求买家如果这个降温之后 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看到大幅的下跌 所以他第一个先警告说商品市场 这些价格可能不会持续的在什么相对高位 但是第二个这个什么论坛上面他被访问到了 他目前正在投资的领域啊在哪里 对他讲的他目前啊正在投资把钱啊投渡到什么 印度台湾巴西你会发现这三个主要市场都是什么 新兴市场而且是以什么制造业或者说 他的这个内需市场是有非常大强大的制造能力的 比如说印度印度的这个用车市场也是非常强大的嘛 那台湾来讲的话不只这个晶片业在全球来讲 甚至一个核心未来电动车这个平台 鸿海也是积极发展那什么节目在什么 之前有帮大家分享过嘛所以鸿海在昨天的科技日 也表现出来了以电动车为核心打造一个平台 你各个平台不是平台要进来用我这个平台来制造电动车 都是可以的那目前来讲的话特斯拉也是嘛 所以鸿海向特斯拉来做什么喊话 因为特斯拉现在就算有自身的工厂 其实他要满足未来的订单 或者说要满足未来的成长性的订单 组装来讲的话可能会什么 这个供不应求 所以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未来的订单 慢慢的转交到你有品质可以做出来 电动车的这个鸿海 MH得什么这个大联盟这个平台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而且以前特斯拉最为被诟病的就是什么 他组装品质啊对 他的软体都非常好但是组装有一些公差 板件没有组装到非常好 那特斯拉这个缺点啊未来如果变成优点或者说 把这个缺点免除掉的话 他其实会卖得更好嘛对不对 所以鸿海的话我认为把一定的品质做出来 把一定的成果做出来 特斯拉未来是有机会来采用鸿海啦 那鸿海格局真的很大 他不是说我要跟你当敌人 我是要跟你成为盟友 对绝对不会因为鸿海来讲的话 其实他过去 这个苹果手机智慧型手机问世 其实到现在到今天 还没有满15年 但是鸿海帮助这个苹果来制造 他的什么这个智慧型手机iPhone 上个月这个单月的营收业绩 已经超过8200亿 一个月已经创了什么 对往历史新高 而且已经是很多公司 可能10年都做不到一个什么营收数字 但是对不对 这个苹果手机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 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饱和的 智慧型手机也在一个相对 慢慢增长的一个过程 那下一个蓝海市场 大家都会看到什么 鸿海也是瞄准到电动车这一块 对了 对所以莫比尔斯 心心投资教父啊 他说他会把钱移动到这些国家 我相信也是看动 看动什么未来商机成长的 所以台湾印度拉巴西拉都是他考虑的首选的过程 那他也针对什么一些比较风险高的 他认为负债比较高的公司 或者资本报酬率比较低的公司 可能要谨慎来面对未来的震荡 是的 那老师就会想到说我们要投资一个商品 公司会先考虑到他在市场的饱和程度呢 对刚刚提到的 电动车按照什么 这个市场调查的渗透率来讲的话 在2020年以及未来到2030年 还有2040年 其实你的这个渗透率的 规模成长市值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对比同样 晶圆代工PC或者智慧型手机 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增长的规模 或者增长的速度啊 按照这个市值的这个统计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是比较局限的 那电动车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高速成长期 以及它的爆发期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你在过去啊 你会发现说 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可能在10年前 对不对 还是相对少数 甚至15年前第一次问世的时候 出来还很惊喜嘛 但是现在来讲 对不是智慧型手机的人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对基本上是更稀有的 对所以以前来讲的话 10年前智慧型手机很稀有 现在来讲的话 不使用智慧型手机变成很稀有 那会不会跟电动车一样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在开这个燃油汽车 对电动车相对是比较稀有 但是我们要讲讲看 5年后10年后 电动车反而变成一个普及的时候 这些规模的市场就会非常大 而且全世界都有一个共识 就说什么未来燃油车是禁止使用的 对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来讲 电动车要做发展 它其实下面有一些 比较细项的类别 那我们会发现说 按照这个未来 有机会成长的空间 现在是来到多少的这个什么 渗透率 这个什么销售率 来看一下为什么 电动巴士是跑来前面的 再来是什么 二轮车或三轮车 也就是所谓的电动机车 对那再来什么 这个商用车 以及比较低的在货车卡车这一部分 好那为什么目前来讲的话 会有这个四个比较不同的发展 我们来讲一下巴士来讲的话 电动巴士主要都是政府在推广 对政府先行做推广 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因为这个政府倡导这个绿能 或者说这个电动 电动运输的一个方式 你巴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空间 所以先行的帮助一些旧款的 这个燃油巴士换成电动巴士 其实在台湾你会发现 高雄也算是走在前面 有 有很多鸿海的 MIH的电动巴士 是先行的在高雄来做运作 所以全世界都一样 巴士是先往上来把这个比例先拉高 那再来讲话就是什么 电动机车 或者电动三轮车 有三个轮车的这个 这个运输的这个交通工具 好那这个比例也是拉高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说 五年之前 路面上看到电动机车的就非常少 算是比较稀有 因为单价也比较高 虽然有补助 但是比较没有这么多人来做接受 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你会发现 要看到一台电动机车 算是也是蛮平常的一件事 因为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也卖得越来越好了 好所以目前来讲话 电动巴士 电动机车 在这两个区域 其实都表现得算是非常好了 那回到这种乘用车 也就是一般的房车 目前才刚刚起步 对不对 你未来成长的空间 还有91% 对不对 还有这个10倍以上的空间 那 电动卡车 电动货卡这一部分 因为一些比较成本的原因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主要是什么 载运 载货的 那目前来讲话 如果电动这一块 或者你要泰换这些 传统的大型的 这个燃油的卡车 货车 成本如果是不符合预期的话 他们会往后来做延利 所以我认为卡车货车来讲的话 会比较慢 但是大家来讲的话 生活用品的话 在什么 在这个房车的部分 那这样子听起来就要好好把握呢 正在成长时期的这些电动车了 而且全球都在推广 而且最后我刚刚讲的 禁售燃油车 对啊 禁售燃油车 所以最早来讲的话 你挪威在2025年 就要开始来做禁售 好 禁售来讲的话 不是说禁止这个燃油车上路 也就是说新型的这个汽车 不再贩售燃油的 好 那来讲的话 德国 印度 荷兰 英国 紧接着在什么 2030年 那我们跟其他国家 比如说西班牙 法国 主要定调是在2040年 都要开始全面的什么 禁售汽油车 柴油车 或者相对的全面零排放 往这个探足机来做发展 或者像德国一样 禁止贩售 燃油引擎 全面改台这个电动引擎 电动马达这些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全球都是往同一个趋势来讲的话 这个趋势是确立的 而且是往上来做成长 那哪些电动车的股票 是我们可以来做投资的呢 老师有帮大家先整理出 这些电动车领域的股票 而且第四季就可以开始布局了吗 对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股价都在相对比较低点 包含其实鸿海也是 所以电动车要帮助未来 这个台股来踢的嘛 这个世界杯 世界杯要在11月要开打了 好 那电动车就是有帮助这些 未来要投资到电动车市场的 这些资金啊 来做一些卡位布局的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很多的一些组合 因为电动车是一个相对大的市场 那这些车用族群来讲的话 也是分的比较细 那我们来看一下鸿海当然就什么 组装整合 设立一个平台 让大家都可以来做参与 那目前来讲的话 刚刚提到了 绝营收报表 对 月增超过8成 主要是受惠苹果的这个拉货 那未来 对不对 鸿海要转型 所以大家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它在车用的部分 车用才是它未来成长的地方 好 上半年EPS赚了4.53元 表现都是非常好 现在来讲的话 股价还在100元上下附近 我认为是支撑性是比较强的 我们待会再来讲 那额外还有什么 电源系统 2308台达电 表现 910收也是月增年增 而且上半年赚超过5块钱 好 那第三个就是飞鸿 5347的飞鸿 它上半年还是亏损的 但是充电桩 未来一定要设立的 相关的一些措施 基本的这个建设 一定要做好的话 充电桩是不可或缺的 然后6205的全新 其实近期股价 也算是相对表现比较好 主要是在连接器的部分 再来鸿海旗下比较重要的成员 比如说8261的副顶 再鸿家军算是扮演MOSFIT 以及未来碳化系要做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来讲 目前的月营收 9月来讲的话 也是维持持平的壮差 而且上半年赚了6.59元 今年来讲要挑战10月 基本上是不成问题的 好 那再来讲1533车网店 在电动大巴这一块 其实车网店做足了非常多的 这个功课 以及未来竞争力的挑战 所以1533车网店来讲的话 电动大巴这一块 电源的控制模组 电池的控制模组 其实表现算是非常好的 它在9月营收 也是呈现月针年针一个非常好的 相对的营收 再来电池材料 得电池特天下 所以电池材料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其实我们这边先列出 4721的每期 未来有更多需要来做细部讲解的话 可能会在我们频道上面 所以这些都是电动车 非常重要的整合的族群 有机会在相对底部的时候出现支撑 来布局第四季 那如果不想要错过任何的资讯 记得老师的Lite 8可以先加起来 以避免你有一些讯息漏掉了 因为节目上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先列出这几档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投资标的 也适合各位投资朋友来进场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线图 就先以鸿海来看好了 对鸿海的话我们用月线来看 因为鸿海来讲话 股价算是比较温吞的 常年都是一个比较 这个整理的一个态势啊 好 那我们用月线来看金融非常清楚 目前来讲的话红海就算是一个什么 在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上升的过程 虽然股价没有太明显的波动 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年股价 基本上没有涨也没有跌 基本上就在维持一个平盘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用月线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说今年来讲的话 红海算是有避过今年台股 大幅拉回5000多点的一个态势啊 所以就在什么 它未来的这个展望跟核心就在电动车 所以2317红海我认为 它把这个平台做起来了 对不对 以这么快速的平台 快速的时间把这个平台做起来 我认为就是对于 未来这个新蓝海市场电动车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金的过程 所以目前来讲2317红海 我认为往下来讲的话 百元应该会看到一个不错的支撑 因为按照目前来讲 它这个苹果的这个营收 还是能够支撑它短期的一个营运 那未来来讲的话 就是电动车慢慢起来慢慢起来之后 这些包含跟这个育龙的合作啊 这个订单开始来做贡献之后 营收也开始为什么 把车用比重来拉高 那明后年有没有机会来拿下特斯拉订单 对嘛就要持续来做拭目以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是台达电 对台达电 台达电的话就在充电站充电桩 电源系统这一块算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股价其实在什么 相对6月底或者7月底 7月初的时候落底之后 你会发现下面是什么 投信 投信是一路一路买 对一路买 基本上这几天也是相对抗跌 台股是往下一路破线 8万台积电也是 但台达电反而都是在一个上升的过程 然后台达电我们过去也跟大家分享过 国安基金最爱的股票之一 就是台资辈的台达电 所以下面有国安基金来做护盘 那这边来讲 有跟上跟对趋势来讲的话 2308台达电 我认为直接在什么 际线之上继续站稳 我认为机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未来电源系统 充电站充电枪这一块 台达电都还是有这个领先的地位的话 我认为这边月际线之间 反而可以来留意 这个偏多操作的买点 好那来看一下下一个全新 对6205的全新 其实在近期表现 算是表现非常非常好 所以股价也是要来挑战一个波段前高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下面特别帮大家放了什么 投信 因为发现投信是近期才开始买的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投信买超这个全新 后面有没有继续再买下去的机会 我认为就是来突破前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所以你要抓住 这个第四季投信股的话 全新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老师我提醒大家 要观察重点就是在投信 下一档是负底 对86的负底 好刚刚讲的这个EPS 基本上上半年赚了6块多 下半年要再赚4块钱 我认为是不太 不太是个难事 所以目前来讲话 股价我们拉长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也是在一个冲长线的一个 整理的格局 跟鸿海的股性其实有点像 那它的季线基本上是什么 横的走的 那月线有上有下 所以我认为在相对下行的 什么区间下缘 对吧 相形的下缘之后 这边反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买点 所以我认为今天 虽然有失手百元大关 但是百元以下支撑 如果是相对足够的 对 甚至更低来到 90元附近的话 我认为都是会出现相对好的一些 支撑的买盘 所以861附近跟着宏家军 跟着这个 MIH大联盟的这个 平台来做发展的话 我认为未来的营收 也会帮助它在什么 MOSFIT 碳化系这一块 慢慢的在做成长 老师那你认为呢 台湾能不能靠 鸿海打进 整个电动车呢 打到全世界去 我认为是非常有机会 所以鸿海现在就在向 什么全世界来做证明 海湾也是可以来做 电动车平台的 所以过去数十年来 帮助这个智慧型手机 来做发展 来做成长 接下来未来就是来帮助电动车 那电动车 普及度拉高之后 那我们 台湾的厂商 罗罗罗罗罗罗罗洪 这种声量就会放大 是的 那所以大家呢 如果想要布局 未来的长期趋势的话呢 大家可以好好锁定在 電动车的族群 那今天老师呢 只帮我们准备了这几档个股 那如果呢 想要持续的关注 到底有哪些股票是可以投资的 哪些消息想要跟上的 记得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點準時的在YouTube上面鎖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收看 那也要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螢幕上呢就是老師的lighter 有任何的資訊呢想要接收更新的訊息 歡迎大家呢都可以私訊老師來詢問老師囉 那我們今天謝謝張怡辰老師 謝謝 拜拜 小鈴鐺